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这种写法几乎很少很少 我们见的最多的是二王父子 也就是在晋朝的时期 特别是在东晋时期 这种写法应该是不为罕见 比如说我们拿些资料来给大家看一看 就发现在这一篇手渣当中 能看到楷书 兴书 草书都有 这样的字体 在二王父子 王羲之 王献之这里 就能找到佐证 但现在这样写的很少很少了 我们拿一点资料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平时经常那个针盘的一个绣针的纯画隔天 上次拿来给大家看我一次 我们再看一看 因为它写的方便 我在出行的时候经常就是把玩学习欣赏 大家看这篇字当中 看开始 行书 行书 突然变成楷书 这个白字 大家注意看 白字是楷书 凤字基本是楷书 到了告字称了草书 位字又称了草书 反字接近于楷书 后面的策符等 行彼 这些字都是行书 到了安字 基本又到了楷书阶段 看这个脖子 盒子下面这个脖 这个脖子明明是楷书 看到楷书还可以继续往下看 这个一字完全是楷书的写法 注意这个此字完全是楷书的写法 这里边再看大都壳 这明明是草书 春正的草书的写法 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就感到是楷书 重新书草书三下锅 搁在一起 写了这么一篇手上 因此这种写法 在东晋时期 不为罕见 三下锅的这种写法 那么还有吗 我们再来看一看 汪宪之 就是西之的儿子 汪宪之 他写的字 这方面可能 见到更多一些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再来看一看 这是汪宪之写的 一篇手上 大家看看这里边的 楷书行书草书的结合 第一个字就是楷书 然后往下面看 草书行书行书 到这日子明明又是楷书 到这个妾子 妻子 妻妾 基本都是楷书 往后边再看 一也是这样 后边古今 基本是楷书的写法 其他比如说长妇 这些字如何 当妇如何 这些字都是草书 因此这一篇当中 兴书楷书草书 很多 我们再来往下看 大家再看看这篇作品 这是汪宪之的 一份手上 你看这里也仍然是这样 比如投一行 除了兴书就是草书 然后从第二行开始 日子明明是楷书了 这是念九日 然后这个白 这个左 这基本上都是楷书范围 到随不奉恨 这些个字 基本属于楷行的阶段 那么下面看 慎子 这个慎子 明明是写的是楷书 等等 到最后 西枝再败 这几次又变成春草书 举这些例子 给大家看 就说在古代 凯兴草三种书题 共同出现在一张作品当中 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是作品 这是很经常见的 那么大家说 唐代书有没有 唐代书也有 这种写法也有 我们再出示一份资料 给大家看 大家看 这是严真卿写的 陪将军赞 非常有名的一本字帖 大家看一看 这个陪字 这就是楷书 然后将军的江字 这是草书 君字又是行书 写了陪将军三个字 就用了三种书题 凯草行 这是这样的 再往后边看 大家再看这里 登高 这明明是草书 到望字 凯书 到这山字 凯书 天白雪 这几次基本都是行书写法 所以不仅是二王父子 有这种 这个三下锅 凯行草 出现的一篇作品里面 到了 严真卿 唐代的一些书家们当中 也有这种写法 但是今天这样写 好像似乎很少很少 几乎不见 也就是说 变成了这么 所谓五种吧 那就是凯书 行凯 行书 行草 草书 当然草书当中 有大草小草等等 这个 无所谓 但主要是指的书题 基本是这五种 但是呢 我们见到古代的时候 是凯行草 也有这样一种 就叫做书题吧 结合在一起写 我称之为 叫三下锅 那么我们呢 也做个大体的 这么一种演示 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如果这样写出来 好不好呢 我们就随便的选一首诗 大江东去浪淘尽 这些都是 基本都是草书写法 行书写法 基本凯书 基本行书 还书 还书 我们简单就写这么多 这种东西 今天既然可以尝试一下 我今天不过就是一种尝试而已 因此我并不是十分的提倡这种写法 但是我觉得不妨尝试一下 也许从中会感到另外一种的 意外的一种享受 是可能的 因此我只是建议而已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辫子 这个辫就是变化的辫 我们用凯书 演示一下这个辫子的写法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其实这个辫字 在卑别字当中 经常见到的一种写法 正式的这个繁体字当中呢 这个辫字就是下面是个用字 这下面是个柚子 没有这一片 这是个柚子 但是古碑帖当中呢 经常下面写成像是个文字 这样一个字 我们再写一遍 边讲解 边演示 点还是像上一集讲的这个音字 上面是一样的 写点 但是这一横一定要长 注意 这一横不能短 要覆盖着下方的这个主体 注意 写完中间这个沿字 要写窄一点 因为两边都有脚丝 这个脚丝的摆列位置 在林天说要注意 既要精密 而又要合度 这左右基本是对称 然后这一笔 第二条要长 纳比稳住 一点点起到 是这样 起来的这个 这个纳 注意看 起来的这个纳 一定是要平 注意看 要平 这个风向是对的前方 而不能上翘 而不能下锤 是直向 所以在写这一笔的时候 不可过快 又不可太慢 它的节奏是这样的 起笔是快的 下笔快 到这开始慢 一点点起 是这样 所以这个节奏错了 那么点化就不容易成功 好的 我们再演示一遍 这个字 在结构方面看 是很复杂 因为点化多 这要写窄一点 如果单写这盐子 上面那横那么长 下边这么窄小 是不可用的 但是因为两边还有脚丝 片 短一点 这片长一点 那笔才从这探出一点 没有关系 实际 这种字 像大家说 得需要时间 一点一点的安排的合理 这个字在点化上来讲 没有太大的难度 关键是这个结构 所以有些字是 主要在点化问题上 有些字 主要的是在结构方面 这个字就太讲结构 摆出来要匀称 而且粗细有度 上边有多细一点 下边有多粗度 这二者之间这个关系 是非常的讲究的 如果你安排不好 那这个字就失败了 那这个字就失败了 所以上人尽管点化密集 但是粗细要何度 虽然需要细一点 但是下方必须是一个 互相合理的一个安排 如果因为上面点化多 写的太细 下面点化少 写的过于粗重 这个字看来就有点偷 轻 脚重 这就不好 我们下面看一看 这个字的新书写法 注意看 言字省略了下面那个头 只点了两点 再看点 横 这是没有区别的 然后只点了两个点 我们慢慢的演示 脚丝变成了这种形状 右边一组 塞本还在这儿写 转过来 这写了一个反呢 当然写新书不能写这么慢 写这么慢就没有气势 何况还有优思的连带 再看一遍 是这样 这是点高起了 它不再这样写 这样写显得不顺张 不撒放 点高起 这是一组 一二 优思过来 注意这是优思 你要写粗重了 写太粗重了 这次就看不出什么字了 好我们先把它写完 但是有人在优思当中用的太重 比如说这种点完之后写成这样 你就不知这是什么过程 这是点画还是优思呢 然后写成这样 这笔写完之后优思变成这样 这就太重 分不清点画 分不清优思的时候 这就失败了 等你写完之后啊 人家不知这是什么字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优思和点画的之间的区别 特别字与字之间联系的时候 到草述阶段 经常两个字连在一起 中间是优思过来的 你要如果写太粗重了 优思的变成了点画 那么这就是自己无法认读 再看兴术这个辫子 直接写个言字可以吗 也可以 但显得啰嗦一点 兴术那个简约没有 但是兴术的要求是两点 第一点是简约 他比凯书要看着省力 很多点画减去 这个显得节奏变化更加灵活 这是兴术的第一个要注意到 第二个就是必须要保证认读 兴术显正人家不认识 那你兴术就失败 它不像草书一样 草书是另外一种文字的 这么一种书体了 所以它在内行当中 行家当中认识就可以了 那么对一般的粗头文字的人 那么就不容易看读 但是它是在一个固定的书体当中而言 而兴术就不认 兴术必须保证楷书的那种可读性 又得保证 兴术乃至类似草书的那种行笔的流畅 所以我们当这个辫子 还想写成一个言字的时候 简单笨重那些 失去流畅感 但是也不等于说这样写就不可以 因为总是从楷书过度的楷行 楷行过度的兴楷 兴楷过度的兴术 兴术过度的兴草 再过度的草行 最后草书 普通草书到框草 也就是大草 这么几个阶段 我们将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所以每日一提的时候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究竟怎么样叫做 这个步骤性的 一点点的演进 或者一定给大家再做演示 好 我们下面看一看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我们刚才说过 草书在写的时候 往往你就不容易认读 这就是辫子 草书 我们写慢一点看 尽管这个辫子 在草书当中 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写法 而主要的是这一种 规范的草书 这个字就应该是这样 注意这笔需要上来 拐过来 这是草书的辫子 写快了之后呢 还有的呢 就是这个弯不拐过来 直接这么一拐 注意这是个辫子 在草书当中 前辈古人 也不少见这种写法 也就是他把这个地方 这拐过来 这笔子省略 他直接下方写的是这个 这和交通的交字 在新书当中 只差了一点点 看 这是交通的 Go 但是 porter 不再拐过来 但是右边不再 la 不再答oro 那么这根交字 是不是容易混呢 因为我前面讲过 草书的胶字是这样写的 所以跟这个字完全不会混淆的 再看看这个草书的辫子 也可以上面点一点写一个长横 但是往往上面这一点加一长横的 在草书当中都变成这样 所以这更加简约一点 再穿一下这个草书的辫子 或者是 是这样 好的朋友们 今天关于辫子的这三种书题的讲细 暂时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